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讲多伦多房租补贴的一个最新更新 多伦多的房租补贴这个项目呢一直都有 但是呢在今年的2021年的5月份呢 政府做了一个新的更新 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那个政府网站上列出来的一个flyer 那么我们从这个flyer当中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pilot grant program 那么这是一个最新的那个相当于实行的一个项目 那么以前这个torento rent bank呢是提供一种loan就是贷款 那么现在呢这个最新的更新呢是变成grant 那么grant的话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补贴 你就是说不用还这个钱 loan的话呢是要还钱的 好那么他这边呢很简单的列了一下就是条件 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居住在多伦多 你的家庭是低收入家庭 但是又不再拿那个社会救济金的 你是正常支付市场的那个租金 然后你也满足了其他一些program的requirements 那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是低收入家庭 你又居住在多伦多的话 那么你一般来说也会符合 这些其他多伦多的一些福利项目 好这边呢特别列了一点 如果你是拿社会救济金 或者是安省的那个残疾补助金的话 你在房租上面有困难的话 你需要跟你自己的那个case worker去联系 他们会帮助你 好他的申请条件 我跟大家再罗列一下 第一个你是要居住在多伦多的 第二呢你是就是正常支付市场价的房租 什么叫做正常支付市场价的房租 比如说你是住在那个政府的连租屋里面 支付的是连租屋的房租的话 那就不算 因为连租屋的话相当于已经政府有所补贴 这个不算是正常的市场价的房租 第三个呢是符合低收入的标准 那么低收入的标准的话呢 大家可以到statistics canada 就是加拿大的统计局上面去输入这个low income cutoff line 就是对低收入的标准 它会列出来这个根据不同的那个家庭成员人数 跟所在的区域 比如说小城市跟中小城市 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你会查到相应的这个低收入的标准 好第四个呢 就是说你不接受这个安省的救济金和残疾补助金 最后一个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因为这个收入或者是资金不足 支付不取现在这个正常市场价的房租的话 有面临被驱逐的情况 那么你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房租的补贴 那么它的补助呢是一个grant 我们之前说过这个是不用还的 不是像以前这个贷款loan 它这个是要还的 那么它这个补助呢 最高是达到4000元 或者是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的租金 好申请的话呢 你需要现在就是打这个电话 416-397-7368 它的工作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半到下午4点半 它的网站呢是torontorantbank.ca 当然这个网站上的信息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刚才列出来的那个flyer和一些最基本的信息 具体的申请还需要大家打这个电话 那么这一个项目呢是由多伦多市政府 这边呢有一个多伦多市政府的logo 是多伦多市政府资助的 但是呢是由这个机构叫NIP 就是Neighborhood Information Post 这个机构运行的 好这一个小型的那个房屋补助 就是房租补贴的那个信息呢 我就讲到这儿 好希望大家呢 别忘了点看点赞订阅 零零安居生活 谢谢